师父带回一个小师妹 十五六岁长发及腰兵姬玉骨 生得极美却也没个笑脸 师兄们日日追着小师妹 想落一个她的笑脸 我却始终保持初心 只求长生 什么小师妹 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是正道魁首 非言天公掌门春成子 天赋最差的六弟子 上山十七年还留在金丹不能动胆 我的师兄们天赋卓绝 都已经早早进入了原因的境界 他们不同我一样 日日苦心修炼 总能找到别的事做 小师妹上山以后 他们最大的乐趣 就变成了去寻小师妹 小师妹变了 从来不因为他们是师兄 就录一个笑脸 夜里大家睡在一起 二师兄说 这样的女子最是难得 一旦世间男子入了她的法眼 便是一眼万年 生死相依 其他师兄唏嘘不已 感叹不愧是把万花门女弟子 搞大了肚子 被杀回山门的二师兄 他好像很享受这种吹捧 脸上都是得意的表情 我不加入他们的讨论 我向来沉默 在男女的问题上 更是持坚决的态度 我上山修行 只为长生 女子近身三尺 便是向我问贱 师兄们继续讨论着 将来若是把小师妹 骗到手之后 要怎么振服刚 二师兄嚷嚷着 说要天天让小师妹笑给她看 至此 我的意识戛然而止 进入睡眠 往后三年 日子照过 黑炎天宫 在近乎崩溃的财政状况下 继续运转着 我继续在金丹镜摸爬滚打 艰难前行 师兄们继续寻花问柳 偷鸡摸狗 只是三年时间 他们没有一个人 让小师妹露出笑脸 对让小师妹露出笑脸这件事 他们失去了兴趣 却多出了一抹执念 他们有了新的兴趣 便是让我去寻小师妹 说我和小师妹年纪相近 也从不交集 有奇笑 我笑笑 并不理会他们 我当然能听出调侃的意味 日出时 我照常起身 来到我日日修行的后山洞府中 一只九条尾巴的白胡 将头埋在尾巴下面 身上扶着一层粉丝的光芒 它占据了我 日常打坐的扑团 九尾狐都是化神境的大妖 我不知道 为什么后山洞府 会有此等妖念 与她对上 我没有任何胜算 我捏手捏脚 打算悄悄溜走 并不愿意和她碰上 我不是她对手 我会死得很惨 这违背了 我修长生的初衷 你看见了 白胡开口 她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是女子的声音 清田似乎也有些熟悉 师父说过 面对妖族 一定不要把后背留给她 你是何方妖念 也敢在黑炎天宫放肆 趁我师父没来 你快走吧 我色力那人 转身对她 六师兄害怕了 白胡换我师兄 我 我是小师妹 我是婉婉 白胡从尾巴下抬起脑袋 狭长的眼睛 闪着脚下的光 胡说 我小师妹是正道魁首的弟子 白胡听了这话 尾巴张开 粉光一闪 我放下遮光的手 眼中哪还有什么白胡 只剩下一身白色长裙的小师妹 小师妹生得极好 上山三年 更加艳丽了 她神色冷淡 和那九尾狐狡猾的神色 截然不同 六师兄 小师妹朝我开口 小师妹的声音 和那白胡一模一样 师妹 你 我不敢相信 正道魁首春城子的弟子 竟是一只妖物 还是九尾狐这样的大妖 叫我婉婉 六师兄 小师妹叫苏婉婉 我是知道的 但是我从来不叫 只是叫小师妹 你要做什么 我已经从戒子袋里掏出了剑 我受的教育 并不允许我去相信一只妖 哪怕对方是我的小师妹 当然 拔剑是为了壮胆 我知道 我这个师兄 一定打过这个师妹 小师妹竟然笑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她笑 瞬间 天地失色 我的意识凝固成冰 如果这时 她一剑杀我 我会忘记抵抗和反击 道心破碎 也不会有怨言 我会死在一场起立中 师兄 我不想杀你 所以 你要替我保密 小师妹依然翘着嘴角 她好像看不见我手中的长剑 这是她第一次同我说这样多的话 我才不合妖谈条件 我将长剑横起 心中期盼早些有人发现这边的异样 我才不信人妖书徒 小师妹看着我平凡的面孔 其实我爹爹也不信 但是她只能装着狠信 爹爹 小师妹说这话时 我已经猜到一种可能 只是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测 就是你的师父春成子啊 他似乎知道 我心中所想 笑得像一只狐 独属于狐狸的情态 在他脸上显示出妩媚的一面 我将剑垂下 闭上眼 杀了我吧 我当然 也不可能是师父的对手 女儿和不成器的徒弟 我拎得清 六师兄很善良 也很特别 所以 我愿意相信六师兄 你会替我保密的吧 小师妹朝我走来 她的脚下 似乎生出朵朵铃花 她将我的剑夺下 只要六师兄不泄露我的身份 晚晚日日笑给六师兄看 好不好 我看着被她随意揉成金属球的长剑 口中拒绝的话 堵在了喉咙 那晚晚当六师兄默认了 她笑着 把金属球还给我 还拉起我的手 六师兄叫我一声 她笑起来时 让我感觉天地失色 我不敢直视她的面孔 师父说过 狐妖一族有强大的魅术 我现在一定是中树了 行 小师妹 我知道 我恐怕脸红了 毕竟我的脸很热 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女子的手 很软 也很小 叫我晚晚 晚晚 我说出这句 像是泄气一般 垂下了脑袋 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 更加胶着复杂 还可以 以后六师兄都要这样换我 她想了想 也要天天来寻我 我要修炼 我试图拒绝 你一个人 修不出所以然 说不定我能帮你呢 晚晚笑得娇俏 眼儿也弯弯的 她拉着我手 将我带出后扇 我要修行 小师妹松开手吧 我答应你了 我担心被人看到 我和小师妹 食指相扣的样子 是晚晚 她纠正道 我挣脱不开 晚晚 放开我吧 只是我话音未落 二师兄的身影 已经从转角处钻了出来 后者残存的睡意 在见到 我和晚晚拉着的手后 迅速消失 她睁大眼 似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师弟师妹这是 晚晚已经变回了 那副生人无尽的样子 藏在我身后 那只手还同我扣着 我硬着头皮 二师兄 早 早啊 二师兄一年 也就来后山的洞府五六次吧 却被我撞上了 啊 对 我起早了 这就回去睡觉 你们继续 我没看见 她说完 匆匆捏了个剑绝 遇见飞走 二师兄挺懂事的 晚晚的笑容又已经浮现 看着我 说出这话 等我终于摆脱晚晚 一个人回到洞府 已经是日上三干 我做回自己的蒲团 鼻尖上总缠着一股 若隐若无的香气 是晚晚身上的 我闻到了她身上的味道 我想了很多 包括但不现于 小师妹是妖族 师父是她父亲 师父也可能是妖族 到最后 我无法给出 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 只能趁着夜色 踩着月光回屋 我将耳朵贴在门上 听见那里 已经安静下来 知道大家都已经睡了 我这才 捏手捏脚地推开门 门开了 却见五个师兄 各个端坐在床上 一言不发 神色精彩 宛若无尊罗汉 唯一的共同点是 他们都睁大眼睛 死死地瞪着我 大师兄一个剑步 把门关上 把屋里的灯点上 说说吧 怎么一回事 二师兄率先发话 我还想狡辩 你们不要听二师兄乱说 我只是和小师妹 交流一下修行经验 其他几个师兄 都已经听二师兄 添油加醋地 说完了整个故事 三师兄最是直率 师弟你不厚道 二师兄明明说 你俩都亲上了 才没有 别听二师兄胡说 我赶紧跑到自己的床上 想要使用绝顿 二师兄黑黑一笑 有人闷声发大财 就算了 有手艺 还不愿意和师兄弟几个分享 大家伙能答应吗 三师兄义愤填膺 不答应 说着 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 真的只是二师兄看错了 我嘴硬 四师兄拿出两根额毛 师弟 看见我手上拿的啥了吗 感受到我的小腿 被三师兄按住 我只能软了舌头 我和小师妹 在一起了 沉默寡言的大师兄 眼中一副了然的表情 走到四师兄身边 接过额毛 什么时候的事 你把哥哥们瞒得好苦啊 想着晚晚交代过的说辞 我斟酌着语言 就 这一年吧 三师兄继续一份填膺 啥 都一年了 还不告诉我们 一直没说话的五师兄也发话了 难怪天天天不亮 就往后扇钻 合着是家人有约 集体活动也不参加 肯定是四会小师妹去了 也不和我们一起吃饭 打死这个献冲 师兄几个 你一言我一语 嘈杂的声音 几乎把屋顶掀翻 那几个还在感慨 小师妹不长眼 二师兄已经鬼戳戳地摸到了我身边 那你们 那个没有 哪个 我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 不知二师兄所指 他笑得充满深意 就是那什么呀 什么 我继续反问 二师兄瞬间一副了然的神情 朝我露出一个懂你的表情 转身对另外几个 六师弟已经摸上人家小师妹的 我听到摸子就知道 这孙子没想好事 赶紧把他的嘴捂住 六个人吵吵闹闹 天亮了才刚刚歇下 很快又有人叫门 原是师父 今日要抽查我们师兄弟六人的功课 换了身衣服 匆匆到师父跟前站成一排 师父身边立着垂手的小师妹 我多看了他一眼 没有看到他的脸 只看到他白嫩的手 老大 你自己说 你这个师兄 有没有当一个榜样 师父见到我们的黑眼圈 有些恨铁不成钢 我难得熬夜 黑眼圈最重 只觉得师父在指丧骂怀 都是老二 非要说 大师兄的嘴被师父用随手封上 身为大师兄 不做榜样 还推委给师弟 罚你去后山面壁医院 说完 他一个弹指 大师兄已经倒飞而出 在我记忆中 那个背锅的 似乎永远都是大师兄 二师兄正低着头偷笑 却也被师父提起 你别急着笑 你也去 不等二师兄解释 二师兄也飞了出去 眼看也是一个月禁闭 你们几个不要侥幸 都跑不掉 你们自己去 我就不动手了 师父继续说道 我抬头悄悄看小师妹 依然没有见到他的脸 三师兄应下师父的话 准备带着我们几个告退 我心中大大还是有些窃喜 毕竟禁闭于我 是最简单能避开小师妹的选项 老六你留意下 我正要跨出店门 师父又发话了 待三师兄带着最后两个师兄走远 师父同我对视 宝 晚晚都和你说了 我看向晚晚 他抬起脑袋了 嘴角擒着笑 我不能把他和那个印象中 清冷高傲的小师妹 联系起来 是 我点头 你对人和妖 有什么看法 他想了想 补充道 说你的本心 不要说我教你的 本心吗 我喃喃道 怎么 还要想一想 那倒不必 我很羡慕妖吧 我第一次说出 如此离经叛道的话 却又是心中一直所想 一种挑战道德的隐晦快感 随着这句话出口 席卷了我的全身 羡慕 师父笑了两声 俯了俯长虚 说说 羡慕什么 羡慕妖族长生 我迅速开口 师父的动作戛然而止 在确认我 没有其余答案后 试探地问道 没了 没了 我肯定地回答他 妖族生来就拥有几千年的寿缘 而这是人类原音境 才能得到的 我求长生 所以我羡慕妖族 长生有什么用 师父不解 可以活更久 我如实回答 师父听了我的话后 不开口了 我看向婉婉 她笑得脸都红了 只是一直没有出声 那你便和你小师妹 结为道理吧 我做主了 此话一出 小师妹神色如常 我却赶紧跪下回话 师父 我和小师妹 没有感情基础 本来想说不熟 但是觉得有些丢脸 换了个词 感情要靠培养 我带你上山 就是看你踏实 刻苦 你对妖族又没有偏见 不正是我良配 还是说 你觉得我的婉婉哪里不好 师父不装了 师妹自然哪里都好 只是 只是 我一时语色 不知道如何反驳 见我如此 师父笑了 你是我我的徒儿 她是我女儿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你俩在一起 我放心 也不担心 你俩谁亏欠谁 对上婉婉那双明媚的眼 我胸中那一口不愤的气息 无影无踪 心意横 跪下身来向师父叩手 表示应下了这门婚事 不知道师父 是不是为了 刻意避开后山禁闭的五个师兄 我和小师妹的婚礼 定在了七天后 我不能理解 为什么师父这样 急着把我嫁出去 我总觉得有阴谋 对我这个新郎来说 生活没有任何改变 最多是遇到同门时 大家几眉弄眼 叫我一声失地 我依然是春成子坐下 天赋最差的六弟子 我还是日日去后山洞府修行 试图冲破金丹的禁锢 与我的修行一成不变不同的事 小师妹那日后 便天天和我待在一起 第一天 她装模作样地在我身边坐下 第二天 她开始软着往我身上搭 第三天 她便回了九尾白胡 盘在我的怀里 一睡不醒 晚晚 我怕人看见 我提醒她 我已经不排斥晚晚这个称呼 毕竟她天天黏在我身边 我也并不排斥她 没人会来的 再说了 谁都逃不过我的感知 她眯着眼 我恍然大悟 所以那天你发现二师兄了 那当然 那你还 她睁开眼 撑起前找搭在我的膝盖上 换了个姿势 我喜欢你吗 六师兄 我脸热热的 不敢再追问 婚礼的消息传得很快 有头有脸的世家宗门 都派出了代表 毕竟是春成子的弟子大婚 送礼的队伍 在山门外排成长队 因为成婚 师父给我和晚晚分了一处新居 就在黑炎宫一侧 很高 视野很好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 山门外的山脉和湖泊 你说我爹爹会不会是因为想要收礼 来缓解黑炎天宫的财政危机 下次没钱了 就安排大师兄和二师兄 也结个道理算了 人后的晚晚说话没个遮掩 我常不敢接 只是涉及师兄 我难免维护两句 大师兄二师兄待我很好 我站着 他就趴在我的肩头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六师兄 你才是我要找的那个啊 晚晚笑笑 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我向来沉默 也不打算追问 城里这天 我一身大红的袍子 在山门前迎客 师父胸口别着一朵花 和我站在一起 这朵花让他脸上的褶子 也多了几分温柔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修仙之人成婚 也这样多繁文入节 浪费我宝贵的修炼时间 来来往往的人 我都在师父的带领下问好 师父不愧是正道魁首 不仅战斗在抗腰的第一线 还认识这么多正道人士 我已经有些卷 师父还保持着最初的风范 活像的老道士 黄昏时 在新居内 我和晚晚在师父的主持下拜了堂 一拜天地 我和晚晚朝着门外斑斓的晚霞弯腰 二拜高堂 我和晚晚朝着师父弯腰 夫妻对拜 我和晚晚面对面 弯腰行礼 弯下身的最后一瞬 我听见对面那盖头下传来的偷笑声 晚晚被引进内饰 我则被师父带着同一个个正道代表饮酒 我们碰杯 说些好听的场面话 本来是该我做 但是多数时候是师父带我完成 老小子见人说人话 逢鬼说鬼话 一张嘴不停助人裁员广进 心想事成 却丝毫不影响他世外高人的气度 月上中天 我终于收拾利落 简单沐浴后 回了内室 和人间俗世的夫妻一样 此刻屋里还人着红色的喜竹 酒杯的磁色在灯火下泛滥 夫君 听到我的脚步 晚晚先开口了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错觉 我总感觉他带着哭腔 还要饮浇杯酒的 晚晚 我有些不适宜这个称呼 还是缓不到床边 轻轻拉开他的盖头 绝美的容颜暴露在灯火下 几乎刻在我的脑海深处 我们俩饮浇杯酒 又吹灭喜竹 一起宽衣在床上躺下 安静了半上 几乎我快要睡着时 晚晚开口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我睁开眼 盯着黑洞洞的床脸想了想 明见的夫妻 明天一早要拜见孤旧 但是我不知道父母是谁 晚晚没有这一项工作 叫我娘子 我听出他有些不耐 赶紧遵命 娘 娘子 嗯 你都叫我娘子了 那还有什么没做 我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 师父也没想到 天天和二师兄 几个混在一起 我却对这些事毫不了解 不是睡觉吗 是洞房啊 傻子 他的声音有些急 我们不是睡在一起了吗 晚晚很久 没有说话 半上 微光闪过 他的喜福里 钻出一只小狐狸 白狐儿在我的胸口趴下 头尾相接 全成一团 睡觉 我并不知道 他为何不开心 于是遵从他的旨意 闭上眼睡觉了 成婚之后 我的生活 依然古井无波 无非是新居 后山 新居 后山 变化最大的 就是我不回从前的 青传弟子大通铺睡觉了 师兄几个 也已经被放了出来 当二师兄知道婚礼结束 他没有机会闹洞房之后 锤胸顿足 几乎落泪 我并不晓得 一个小小的房间 有什么好玩的 何必要闹 天气热了 后山虽然有树荫 却还是不能避免温度更高 晚晚贪量 爱在新居里待着吃冰 就又便回我每日一人 往后山去 这一日 我刚刚准备回新居 阴影中 二师兄贼眉鼠眼地摸过来 师弟啊 你结婚 师兄我也没送你什么 来 这个手下 他递给我一本封面梅字 却充满古朴气息的书卷 我翻开一看 第一页写着三个大字 回春局 二师兄见我动作 赶紧把书合上 师弟你也太猴急了 这种书能在外面看的吗 回去看 回去和师妹一起看 他笑得猥琐 但是我不认为二师兄会害我 所以回新居也没当回事 把书往桌上一扔 就去冲凉 晚晚见我回来 去给我端准备好的冰丸子 回来就见 桌上多了一本册子 他放下冰丸子 拿起册子 翻开第一页 回春觉 他看了两页 脸色就变得飞红 我回来就见到这一幕 只觉得心跳几乎停滞 眼睛死死挂在他的脸上 不掉下来 谁给你的 他脸淡红扑扑的 二师兄 还让我回来 和你一起看 写的什么上面 我端起冰丸子开掌 嗨嗨 晚上再给你看 他故作神秘地把册子拿走 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 我先睡了 你看完再进来 说完便起身离开 我翻开第二页 目光瞬间带住 然后是第三页 第四页 最后一页 我感到 一个新世界 朝我打开了大门 我用冷水冲过身子 回到屋里 晚晚熄了灯 似乎已经睡了 我怕惊醒他 捏手捏脚地往床里 爬 你看完了 晚晚的声音陡然响起 我用鼻子顿了一声 随后赶紧到床坠里面躺下 还不忘面朝墙壁 背朝晚晚 你干嘛 晚晚的声音有些冷 睡觉啊 你也快睡吧 夜深了 你不是看完了吗 他的声音不可置信 是看完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某些变化 有点避讳谈这个话题 晚晚从床上坐起 看完了你不想 做点什么 或者探究一下 我翻了个身 看着晚晚夜色中明亮的毛子 道 你说 怎么就能长得不一样呢 此后连着一个月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晚晚不给我好脸色 也不叫我夫君 连带着冰丸子也没有了 某一日 我从后山出来 熟悉的转角 熟悉的二师兄 怎么样 师弟 我那回春诀 可是极品 二师兄欠欠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总想给他一拳 挺好看的 谢谢师兄 见我笑着回答他 二师兄斜着眼 道 懂了 懂了 来 这是最新的 二师兄又给我一本大力诀 给完就跑 晚晚见我又带了一本回来 竟然破天荒的 给我做了一碗冰丸子 只是夜里睡觉 又不高兴 变成小狐狸 在床上窜来窜去 睡觉吧 娘子 我知道每次哄他时 叫娘子总会有用 谁是你娘子 我才不是你娘子 我问你 你看了那书 看了就是吗 那不然呢 实践出真知 顾绝真有你的 师父说 顾绝是我的名字 我便一直叫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已经很多年没人叫起了 当实践 顾绝这两个词 放在一起后 我的头脑轰然乍响 像收到某种命令一样 无可避免的滑向深渊 我把某些东西 联想到一起 脑海中 某层隔阂碎裂开来 娘子 我的声音会暗 到我自己 都惊讶的程度 我似乎感到 自己体内有什么被点燃了 听到我的声音 婉婉也变回了人形 她轻笑一声 朝我贴上来 第二天一早 很难得 我起碗了 日上三杆 但是我怀里的婉婉还睡着 她好看的眉毛 在眉心处微微醋着 眼眶还红红的 我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 有些不好意思的下床收拾 然后准备难得的放一次假 陪陪婉婉婉 六师兄 掌门有命 让你和七师妹去见她 我进屋准备叫醒婉婉 见她梨花带雨 美人浅全 还是下不去那个手 于是一个人去黑炎宫寻师父 怎么你一个人 婉婉呢 师父有些奇怪 我摸摸鼻子 她有些不舒服 没有起床 师父皱眉 什么时辰了 还不起来 算了 你转到她也一样 是什么事 师父 北极州风硬松动 有从妖国跑出来的孽障骇人 你和婉婉去看看吧 为什么不是 其他几个师兄 我有些不解 我分明才是一个小精蛋 因为我觉得不是妖做的 你懂吗 师父的眼睛会明难分 如果是人的话 我还没说完 师父打断道 也斩了她 同类相残 更加不可饶恕 我回到屋里 婉婉已经起了 斜斜地靠在屋里的美人踏上 再看花本子 她几乎从不修炼 修为却自然增长 羡慕妖族每一天 爹爹找你什么事 她见我时 还是有些脸红 只能问世遮掩过去 你怎么知道 我以为你还没醒 她撇撇嘴 不过是不想起罢了 要去一趟北极州 你去过吗 我话还没说完 我就见到 晚晚眼里欢喜的光彩 今天就出发 这黑炎天宫 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她说完 就扔下花本子 拉起我往外飞去 我修为不如她 被她拽着飞 她似乎感受到我的局促 变成狐狸 落在我的肩头 出发了 我的顾绝号 她在我肩头大喊 因为是一路飞出来 一个人都没碰见 直到天要黑了 这才找了一处阵子落脚 寻了间客栈 正吃着东西 隔壁桌说起了 北极洲骇人的故事 说是妖族 起了血灵大阵 一口气吞噬了四五万人命 切 分明是人干的 竟推给妖族 晚晚吃着鱼 不满开口 她很爱吃鱼 而且是 只吃鱼肚子上的软肉 要她吃蔬菜 比登天还难 我一面给她挑刺 一面开口道 可是血灵大阵 只能由妖族用啊 这还不简单 抓一个实力强大的妖族 让她吸收血灵大阵 然后吞噬她的内丹 不就成了 晚晚吃着我挑出来的鱼肉 道 妖族哪里能凶饿过人族 从来都是人族欺负妖族 我们每天白日赶路 夜里就在旅途中的旅馆歇息 一路上遇上了 好几波同行的正道修士 三日前 我们遇到了一对女子 都是万花门的师姐 一个叫小红 一个叫小绿 她们虽然与我们同行 我却始终能感到 晚晚对她们的厌恶 夜里 睡在床上 我抱着微微喘息的晚晚道 娘子人前还是不要甩她们脸色 毕竟是同道中人 同道中人 她昂起头 露出精致的锁骨和下巴 目光灼灼 夫君 我是妖 她们是人 而且 她们寄予我的美色 我似笑非笑 可她们也是女子 别说女人和女人就不行了 男人和男人不都有吗 我感觉 又一道新世界的大门 朝我敞开 第二天夜里 因为再有一天 就能到血灵大阵的遗址 我和小红小绿商量过 便在野地休息一晚 天亮就赶路 夜深了 我们四人围着篝火而坐 小红在做粥 小绿则说这些闲话 真羡慕绝师弟的好运气 能接到婉婉师妹这样的道理 小绿一边说 一边从小红手里 接过粥喝了一口 小红也递给我一碗 我见小绿都喝了 也喝了一口 小红世界煮的粥真好喝 我本担心婉婉给她甩脸色 却见今天的婉婉意外给脸 不仅接了 还喝了 约某半个时辰 我忽然发现 自己浑身上下都不能动弹了 而就在我偷偷运转功法时 身旁的婉婉 忽然躺倒在了我的身上 哎呀 比我们想象的时间要久一些呢 不愧是黑炎天宫的青传弟子 小红从闭眼的状态醒来 小绿也从她身边坐起 伸手去碰婉婉 我目自欲裂 却不能有丝毫动作 真气像是被冻住了一样 无法掉动 你且看着 我们是怎么同你的道理还好的 绝尸弟 就当两个女子在顾绝面前一丝不挂 准备去包婉婉衣上时 婉婉去开口 看吧 我说什么 你们人族最是恶毒 还要你看着 我无法开口 小绿瞬间掏出兵器 这都没把你放到 小红却更加迅速地抓住了重点 你们人族 晚晚拍拍手 就将二人压成鸡粉 回身看我 道 如果我也像你一样 今天晚上 咱们就只能做苦命鸳鸯了 为了表示对我的惩罚 晚晚没有解开我身上的药性 变成白活在我怀里睡下 直到天明前 我才彻底从那药效中挣脱 看着怀里呼呼大睡的小狐狸 我不知道 我应该说些什么 我们继续赶路 晚晚嘲笑我 却挂在我肩上补觉 我秀为低 有这点好 遇见飞行时速度慢 平稳 风也小 原本两三个时辰的路 我飞了四个时辰 快到了 我感觉到血灵大阵的味道了 晚晚拱着背 伸了个懒腰 它轻轻一跃 化作人形 揽着我的腰 很远 血的味道 开始传入我的鼻腔 这是一种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的浓郁血味 撇去了腥味 更像是金属的味道 晚晚原本搭拉着脑袋 闻到味道黑了小脸 是妖族做的 我对晚晚能做出判断并不奇怪 她是大妖 我很信任她 看到她有些不开心 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情绪 不要妄下结论 说不定是被利用了 整座大阵将一个县城封死 大阵运转之时 城中的数万百姓 在怎样的恐慌中 失去了性命 晚晚摸了摸大阵的材质 是正统的妖族传承 跑不掉了 那咱们 我征询她的意见 我要清理门户 晚晚声音很低 却裹了一层威严 像是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人 我牵住她的手 好 我给你喝彩 她一脸疑惑 这种时候 不该是家里的男人冲锋在前吗 我又不是你的对手 我时诚地回答 却在她脸上 看到一丝丝嫌弃 我随着晚晚 一路寻着那妖族 留下的气息前行 和我们猜测的不同 她在祭练血灵大阵后 没有像人际罕至的 北部冰原逃窜 反而一路往南 去了人间的繁华地 我看着长安城高大的城墙 几乎捉不住 晚晚缺悦的小手 你是想清理门户 还是想玩 娘子你好好说 她回过头看我 翘起嘴角 都有了 她往哪里跑 我往哪里追 那个那个 她指着一个卖唐人的小贩 夫君买给我 我远不如她富有 开支的大头都是她出 但是一个唐人我 还是买得起 我甚至给她买了 最大的那个蝴蝶 小贩 两位真是恩爱 玩玩很高兴 一口咬掉大半个蝴蝶翅膀 含糊不清 老板 我助你生意兴隆 走走逛逛 我的手上提满了东西 有她吃一口 就剩下的灵嘴 也有很多风车木偶 一类的小玩意 她一路买着 拿过东西 就拿在手里把玩 等我走过去给钱 她买了两个面具 一个狐狸 一个看不出是熊还是狗 她把狐狸面具戴上 只留两个灵动的眼睛在外面 笑着 给我把另一个戴上 我好不容易 把她吃剩的灵嘴吃完 她一把拉住我空出来的手 如果有坏人来抢我 你会松手吗 大狗熊 当然不会 你是我师妹 还是我师父的女儿 你要是被抢走了 我回去交不了差 还有 你的实力 这个世上能抢走你的人 恐怕不多 我认为我分析的头头是道 她却忽然闹了性子 甩开手 一个人步子迈得飞快 那妖孽 既练过血灵大阵 进入长安城后 气息已经被烟火气冲得很淡 若是她不使用妖力 就是婉婉也不能轻易找到她 只是我们在城中 住下第二天 她就使用妖力 暴露了位置 当看到婉婉拉着我来的地方 我皱了皱眉 品玉哥 看着不像好地方 婉婉一身男装 还假模假样的贴了胡子 有中年妇女迎上来 两位公子怎么不进来 快楼上请 婉婉见我愁愁 反过来推我道 走了 我才不会和爹爹告状 你带我逛青楼 我不好开口反驳 却见婉婉宛若熟客 带着我进了雅间 还吩咐那老宝 送两个跳舞好看的姑娘来 老宝收了银子 笑脸难收 匆匆去了 我却如坐针毡 看着四周墙上会乱的画轴 婉婉 那妖怪怎么会躲这种地方 我们还是走吧 你还是女子 婉婉斜躺着 一只手撑着脑袋 极为放松 哎 谷兄 你就不知道此中玄机 且看我的安排 不多时 两个姑娘推门而入 只是二人见到婉婉 脸上的笑意瞬间收敛 赶紧跪在地上磕头 道 拜见王上 这是我妖族同类 在长安城谋生计 你觉得 他们像是穷凶极恶的狂徒吗 谷兄 婉婉的语气漫不经心 我却不敢随意应答 一来因为小红小绿的事 心存戒地 二来则是因为那一声王上 王上 半上 我疑惑道 我娘是前任妖王 她死了 我便是妖族的新王 怎么 畏惧我了吗 谷兄 我有点接受不了 这个俏皮的苏公子 想着还是香香软软的 玩玩好 于是也不插话 看她问两个妖族话 就在楼顶的房间 是新来的 也是妖族 却不是男子 是女儿家 还带着情郎 说是那家正到门派的继承人 换作亲里的蛇妖 知无不言 现在也在 在的 只是不让人打搅 玩玩起身 对我道 谷兄 且随我诛杀此聊 我们来到楼顶的房间 却见里面人已经守在门口了 脸上一副计谋得逞的笑容 却是一个男子 那个女妖没有出现 不必找了 已经给我炼化了那单 血肉灰飞 王上你可得帮她报仇啊 男子显然认出了 玩玩的身份 一瞬间 四面八方有数十人 在阴影中涌现 将我们两人包围 妖王的那单更厉害 一定可以 助我突破大城 说着 男人率先发动了攻击 另外数十人 也随之动作 我挡开一剑 玩玩你走 我是人族 他们不会伤我 我话音未落 一柄飞刀朝着我的面门飞来 巨大的白色尾巴将其弹开 玩玩低声道 人族是最爱同类相残的 交手半炷香 玩玩带着我 已经明显落入下风 他的手臂中了一剑 流着鼓鼓的鲜血 他的血是金红色的 落在地上 瞬间凝固 我的脑海里 有什么记忆在松动着 为何拦杀我二人 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不合规矩 我还试图和他们说道理 但是那领头的男子不在乎 笑道 你本是可以不杀的 但是你和他混在一起 我等正道人士 岂能坐视不管 电光火时间 一剑 从背后刺向我的心口 我还没转身 从他的胸前透出 他的神色瞬间黯淡 我不知道怎样描述我的情绪 我愤怒 哀伤 愧疚 沮丧 晚晚对我很好 一直很好 就算吵架 也不会忘记给我留灯 和热过的饭菜 他好像什么都没做 就已经被打上了恶的烙印 站在了扇的对面 被一剑刺穿的 本来就该是我 他的手抚摸我的脸 最后一颗无力的滑落 金丹的我 是更无力的那个 我们还是脱身了 因为师父及时赶报 就算是他 也没法将这群人 尽数斩杀 不日 黑炎天宫掩藏妖族的消息 就会流行天下 师父 救救晚晚吧 这是我上山以来第一次哭 我感到了怀中人气息的衰败 他的生命飞速流逝 我却几乎什么都做不了 师父封住了晚晚的血脉 道 先回山门 我又做梦了 是一场通往未知的梦 我和一个女子徜徉在花海里 无数次 我对她许下诺言 但是最终 我替她挡下了那一件 梦境结束 我睁开眼 面前冰台上的晚晚 也许十年 也许二十年 也可能是一千年 她会醒来的 我不知道求长生的我 为什么会梦见生死 这对我不是好兆头 却要让我无比庆幸 自己修行长生 我能够在晚晚身边守着 等她醒来 要猪腰的正道 已经堆满了山门的入口 即使相隔很远 我也能听到他们肮脏的叫骂 我很可怜的 从来没有完整拥有过什么 晚晚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完完整整属于我的东西 我恨人族 贪婪 卑鄙 自以为是 自私 邪恶 善恶不分 师父来看晚晚 对我道 我该知道 是有人对她的谋划 就因为她是妖吗 就因为她是妖 我想去把他们全杀了 师父 我不休长生了 我要休杀戮 我要保护我的晚晚 永远不受伤害 师父看我的脸 却露出苦笑 你堕入此道 就再难回转 你已经快醒了 我没法阻拦你 这日夜里 我冲破了原因 第二日 我冲破了化神 第三日 我冲破了合体 第四日 我冲破了大城 第五日 我冲破了渡劫 这一日 我终于做完了这个梦 原来我 从来就不叫顾绝 我是天下第一等的 剑仙顾峰 我和晚晚 本来该有一个孩子 在百年前 人族灭妖的战争中 失去了 无数安居的妖族 退守北部荒原苦寒的极地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王 而晚晚失去了孩子 失去了我 还失去了母亲 她哭伤了眼睛 用八条命 锁住六道转身 央师父捉住我的重生 师父捉了六次 我 是第六个 是最后一个 也是对的那个 我不再能控制手中的剑 她的悲泣是为我 也是为晚晚 这一日 我提剑出山门 一剑 静斩人族修饰三万六千 血染天地 心鬼怨气冲天 惊动了天上仙人 指引来禁锢 压制我的鲜血和肉体 日日活在雷劫下 不得飞升 我哭作黑炎天宫最高峰 日日肉身成雷劫八十一 只为等他醒来 第十二个年头了 人族所谓正道 仍然日日叩门 有少年侠弃者 也有孤鸣钓狱的 我尽数斩杀 以锦效尤 死在我手下的修士 已经超过十万 我好像成了世间 最孤独的那一个 也并不愿意见师兄几个 师父来见我 你不必折磨自己 放下仇怨 如此雷劫 再来三年 你注定灰飞烟灭 再等等 我像从前那样 说出三个字 我知道自己的身体 每况愈下 顾绝究竟不是顾峰 那样的杀孽天伐下 剑仙也要垂手 更何况只是小小的杜劫 借了前世剑仕 抵抗至今 知道我日日衰败 猪妖的大军 再次在几家大佬的联合下 发兵黑炎天公 他们甚至不避讳 要怎样分割 晚晚的那单 他的血肉 更是剑者有份 我冷笑 扛过一道雷劫 那种痛苦于我 更像是一种鞭策 我接过顾峰的力量 也接过他的仇恨 这种堆叠 是分不清顾绝和顾峰的 大军将黑炎天公围堵 开始发起进攻 他们甚至不愿意 放过黑炎天公的弟子 但凡遇上 格杀勿论 事后还能按照手机领钱 我看见二师兄 已经跨入化神的他 被数人围攻 几回合就被斩去一条手臂 我吃过又一道雷劫 动身飞下 迅速将攻入山门的人群逼退 二师兄捂着伤口 看我的眼神复杂 他留了胡须 看上去更加猥琐了 我并不与他说话 走向山门外黑压压的人群 数十万大军 为我一人逼退 大军中飞出四人 正是这大军牵头的四位正道领袖 交出妖王 我们可以只杀你一人 四个杜劫 围攻我一人 看上去绰绰有余 今天我要把你们也杀死 不过百回合 我将四人全部杀死 碎尸万段 百万大军原地溃散 百年不敢拜黑炎天公山门 看似经退百万大军的我 内里知晓 这不过是强弩之末 夫君一声呼唤 跨过寂静的战场 传入我的耳中 我强撑着回过头 看见新居高处 站着的碗碗 在我死之前 他还是醒了 一如既往的美丽 属于我的最后一道雷劫 如约而至 我应生而死 耳边是碗碗越来越低的哭声 好啊 真想修长生 和碗碗相守万年 我再次生死盗销 魂飞魄散 不被天雷容纳 为了救我第一次 他付出了八条尾巴 这一次 他没有新的八条尾巴拯救我了 可我还是重生了 在碗碗牺牲内丹 几乎生死的情况下 再次被师父捉住 我 是第六个 是最后一个 也是对的那个 我叫顾长生 是我的师父丢取的名 他是黑炎天宫的掌门 曾经的正道魁首 只是如今 我们整个宗门 都被打上了妖族的印记 我天赋平平 一心想着修长生 直到那日 师父下山 带回一个小师妹 十五六岁 长发及腰 兵姬玉骨 长得极美 没有笑脸 再见到我之后 他哭了 他扑进我怀里 哭得像一场告别 师兄们日日追着小师妹 想落一个他的笑脸 我却始终保持初心 只求长生 有人在等我 我总会这样觉得 我要修长生等待人来 我总这样告诉自己 让你再 retrou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